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市场上散养的大公鸡19块钱一斤 我花了75块钱,买了一只 今天拿它来做一道特色美食 饭菜一锅出,特别的方便,好吃 一起来看看吧 盆内加入500克面粉 用温酵母水调面 边加水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后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锅盖,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鸡肉剁成小块以后 清洗两边,洗去血水 锅内加水,凉水 下入鸡块,加两片姜 加点料酒,大火煮开后 撇除表面的浮沫 将鸡块捞入温水盆内 再清洗两遍 这样鸡块就非常干净了 热锅加油 先放入鸡油煸炒一下 然后下入鸡块 煸炒出水分 加入葱,姜,蒜,八角 香叶,桂皮,干红辣椒 加入适量的生抽,老抽 翻炒上色后 加入没过鸡块的开水 盖上锅盖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炖20分钟 将发好的面取出 揉至排气后 用擀面杖擀成薄饼 刷一层油 涂抹均匀 将面对半切开后 切成大小均匀的宽条 把每一个面段都拧两圈 20分钟后 将土豆块放进锅内 加入适量的盐 翻拌均匀 将面条摆放入锅内 盖上锅盖 小火炖15分钟 时间到 打开锅盖 将面条取出 加入青辣椒段 翻炒至辣椒断生 即可出锅 一道饭菜一锅出的土豆炖鸡就做好了 非常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